据华尔街日报4月28日报道称 美国枪支盗窃现象日益猖绝 导致犯罪率和凶杀案呈现上升趋势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的数据 过去两年 美国10个主要城市报告的被盗枪支数量上升了29% 在亚特兰大 2021年有2758支枪被盗 即每天约有7支枪被盗 高于2019年的1859支 在休斯顿 仅从车辆上被盗的枪支 就从前一年的2820支上升到了3695支 即每天的枪支被盗数量约为10支 警方和犯罪学家认为 城市中被盗武器的数量 与枪支凶杀案的数量之间存在联系 这是助长凶杀率上升的一大因素 过去几年 由于对疫情蔓延抗议活动和犯罪率上升的担忧 美国构枪人数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 美国警方指出 大多数枪支盗窃都是来自车辆 由于加州将出现约290亿美元的超级盈余 加州参议院民主党4月28日提出全新的耗资80亿美元的一次性退税方案 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的个人或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家庭 每位纳税人可获得200美元的支票 每个小孩也可领取200美元 不过加州州长纽森的办公室表示 加州似乎不太可能在5月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 暂停加州每年夏季上调的汽油税 新燃油税将于7月1日生效 上调5.6% 税收被用于资助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加州立法分析师办公室预计 这项税收将在2021-22财年产生约88亿美元的收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五首都基辅 与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晤 双方讨论了马里乌波尔人员撤离等问题 古特雷斯表示 联合国在推动全面停火的同时 将继续力求采取现实措施挽救生命 减少痛苦 包括维持有效的人道主义走廊 实现局部停火 为平民和物资补给提供安全通道 联合国已向屋境内340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计划到8月底将这一数字提高到870万 他说他访问俄罗斯期间 俄总统普京原则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参与亚素钢铁厂平民撤离 相关方正在就落实这一提议进行密集磋商 古特雷斯强调俄乌冲突必须结束 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实现和平 欧洲疾控中心4月28日发表声明 在英国于4月5日首次报告健康儿童中病因不明的严重急性肝炎病例后 有所增加之后 截至4月20日 英国已发现111例10岁及以下病例 截至4月27日 欧盟欧洲经济区有12个国家报告了约55例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美国报告了12例病例 以色列报告了12例 日本报告了1例 临床表现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严重急性肝炎 伴有黄胆和肝转胺霉显著升高 由于病因不明 现阶段无法确定有效的控制措施 幼儿更有可能通过粪口接触腺病毒等病毒 因此 欧洲疾控中心建议 在有幼儿的环境中加强良好卫生习惯 包括手部卫生 清洁和消毒 4月29日 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一居民自建房发生坍塌 造成多人被困 应急管理部 已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派出工作组赶往现场 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事故发生后 当地消防救援队 立即调派134名消防救援人员 23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全力救援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现场陆续有人被救出 小灵火车赶火轱出 请我开心 感谢消防救援